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大家除了看到刚才的视频当中 所讲的这样的一些食品添加剂之外 为什么在我们纯净生活的这个一条当中 我们会限制精米白面的摄入 会限制精米白面的摄入 其实核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当你的血糖过高了 当你的血糖过高 你血液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糖分 也是不能被清除 不能被细胞所利用 那么这些多余的糖分就要成为什么呢 就要成为有毒物质 你们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 都没有一个测血糖的习惯 所以大家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 但是呢 当你的血糖一旦增高 这样的物质的话呢 也会造成我们血管当中的一些炎症 还有一个呢 血糖增高 还会有一个什么特性呢 血糖增高还会有什么特性呢 它会诱发一些糖化反应 所以我们所说的叫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了低密度脂蛋白高 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的血糖高 糖分子和这个蛋白以及特定的脂蛋白结合在一起 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叫做无法运转的畸形的分子物质 它有一个名词叫做晚期糖激化中产物 就是AGES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糖化抗氧化的一个核心目的 就是我们的你只要是没有糖的反应机制在 那么你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 没关系 但是你的糖特别特别高 那么诱发了这种糖化反应 就是它和糖和蛋白和脂肪结合在一起 形成叫做什么呢 晚期糖激化中产物 那么这个产物一旦形成 我们的身体不能识别它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词啊 晚期糖激化中产物 这是我们身体不能识别的 身体不能识别它 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攻击它 因为身体就这样子 在我们的体内出现了任何不能识别的物质 我们就会攻击 这个是人体的一个机制 所以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说免疫力高 还是免疫力低 甚至可能你的免疫力低一点点还好一点 就不要这么过强烈的攻击它 那么过强烈的攻击 就会引发刚才我们说的 因为你的免疫力攻击它 你的免疫力攻击它之后 你又不能消灭它 因为它在你的体内 它是固定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但是你攻击它的时候呢 你自己的白细胞还会死亡 你在外边攻击病毒细菌 它化浓了 你能把它挤出来 你能看到在你的体内攻击它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你看不见 它就会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严正反应 而这样的严正反应 其实跟我们的口腔溃疡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好 严正反应之后 你有了口腔溃疡 它会怎么办呢 它会愈合呀 对吧 这是个傻子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愈合的过程当中 一旦出现什么呢 因为你愈合就是会有一些细胞在增生吧 对吧 就是它要长得会快一点 把它盖住吗 愈合好 但是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受到你食物当中的一些 生长因子的指令 就是愈合愈合愈合 一旦愈合加速 会形成什么呢 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膝肉 它会长高出来一块 这个反应机制怎么去理解 当你的手上有一个伤口 在愈合的过程当中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反应 你只要去抓它 它就会容易留下一个疤痕 这就会容易形成一个愈合 后的一个凸起物 就是你不断不断的这么抓 那么它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疤痕呢 就是在它在愈合的过程当中 获得了比较强烈的生长信号 这个新生长信号 所造成的这些细胞太多了 堆在了这里 一个很重的疤痕就出来了 这个大家生活当中都见过的 所以在我们的身体里边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它在这个地方需要愈合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生长信号给的太多 它会愈合过度 就长成了呢 我们的这种小膝肉也好 小结结也好 还有这种小囊肿也好 很多时候 一种是因为这个细胞死了 比如说你的肺上的小细胞死了一个 那么它就从一个 我们所说的活的细胞 变成了一个死的细胞 但是呢 你没有能力清除它 它就变成了小结结 包括我们的甲状腺 也是这个道理 包括我们的肺 也是这个道理 但是呢 如果这个东西在血管里边 就比较危险了 如果这个东西呢 它是在 因为我们说 你口腔窥扬 哪里发生在哪里 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吧 有人发生在这边 有人发生在这个前边 有人发生在后边 你它在哪里 都不一定 同样 在你的身体里边 这种糖基化中产物 到跟着它血液跑 跑到哪里 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的话 如果说到了脑子里边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糖尿病患者最终会非常容易导致老年痴呆 现在国际上有一个说法 把老年痴呆 叫做三型糖尿病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知道 糖化反应是非常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 所以在我们纯净生活的第一条 就是限制精米白面 限制糖 一定要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大事 学会用全股物饮食 因为为什么全股物和精米白面 有着本质的区别 或者说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来 我刚才没有发给我们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拿个手机过来 我这个时间有一点点的错 这是我刚刚在讲课之前测的一个血糖 你们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我的餐后血糖了吗 6.4 理解了不 所以这是我今天6月6号 刚刚因为我这个表上的时间有点问题 大概是在我开课之前的 开课之前的一分钟 也就是说我在临近两点钟的时候 我的血糖大概是在6点 也就是说6.4 那么我实际上的话 12下了课之后 12点多吃的饭 基本上可以算作我的两个小时的 这个餐后血糖 只有我只要求它控制在6点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严苛的要求 其实就是当你真正懂得了 这个血糖的波动机制 这一点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还有一个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的 微生物种群和糖尿病的关系 糖尿病的治疗核心不在药物上 药物和糖尿病的关系非常小 不在药物上 和微生物的菌群非常非常的高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糖尿病的这个微生物的菌群非常好的话 那么它自己会控制住你糖尿病引发的炎症 什么叫做糖尿病的炎症 最简单的一点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发现 糖尿病患者的眼睛都不好 糖尿病患者的手指会非常的不敏感 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了溃疡 不说口腔溃疡 就是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溃烂之后都很难愈合 这种反应机制其实就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 糖尿病本身就是一种内在性的炎症体征的非常重要的表现 所以说在二型糖尿病当中 我们更要做的是什么呢 维持它的肠道菌群的健康 所以一定要记住 糖尿病患者只要不出现肠漏 只要不出现肠漏 就不会有任何的并发症 就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能遇到 因为你们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就像我们上午讲的 我们给大家赠送这样的一些产品的时候 助理把我那只给我 我要用一下 就是当我们向大家赠送这样的一些产品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问一下老年人 如果你倒是年轻人无所谓 如果在我们在社会上 在公园里边发送这样的一些护眼产品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一下老人 你的眼睛舒服不舒服 当他跟你说他的眼睛不舒服的时候 你一定要养成习惯多问一嘴 您平常测血糖吗 一定要多问这一嘴 为什么呢 因为糖尿病的最大问题是血管内膜和血管内的整体 的一个糖化反应 而这样的一个糖化反应的机制 最容易表现的 最容易被我们看到的 就在我们的眼睛 因为这里的视网膜也好 这里边的视身经也好 这里边的血管也好 太容易被人所发现 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人只要一熬夜 熬夜之后 我们会发现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呢 你熬夜了 我在你的手上一定看不见红 但是你熬夜之后 我看到你红血丝 看到你黑眼圈 是不是很明显 为什么你熬夜这点小症状 你熬夜这点小问题 我在你的眼睛里边都能够看到 就是因为这里的毛细血管 密布 还有这里边是心灵的窗口 这儿没有皮肤 你这儿的血管 你只要是眼睛里边的血管发烟 你身上的血管一定在发烟 它不是局部的问题 但是你这里能够被我所看到 就是很简单 你家里的所有地方的这种窗帘 都拉的严严实实的 只有你家里的厨房 没有挂窗帘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 叫管中窥豹吗 我通过厨房的窗也能大概了解一下 你家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 是这个道理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熬夜是一个我们所说的 熬夜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特别容易 我就像上火了一样 其实熬夜所带来的就是内在炎症的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黑眼圈 因为你的血液的 你没有躺下来 你的肝脏就没有能力 安安静静的净化你的血液 我们为什么说 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护肝产品 都让大家睡前服用 一定要利用你睡觉的这十几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 让你的肝脏 安安静静的过滤血液 我们为什么说漂亮姑娘都是睡出来的 睡美人 睡美人 安安静静的睡好了 你哪里都需要的血液量减少 呼吸也变慢了 心跳也变慢了 其他的脏气的新陈代谢都变慢了 血液才能够安安静静的回场 回哪呢 回肝脏 然后通过他的过滤清洗肾脏参与的沉淀 给你们浑身换一套好血给你 你睡好之后 你的第二天眼睛是亮的 为什么是亮的 营养物质充足 闭了一夜的眼睛 泪液在里边给你的我们说的泪膜的清洗是非常的彻底 你的眼睛是亮的 你是没有黑眼圈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血液是清澈的 你的血液是清澈的 在你皮肤这边表现出来的颜色就是粉润的 你的血液是黑其麻乌的 我通过你的皮肤看出来 你的脸色就一定是不好的 你们只不过是熬了一夜 我看到你们的是黑眼圈这个部位 好 再说一个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让我们看到你的脸色的皮肤都不好看了 就是你熬夜之后 我只看到你的黑眼圈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的皮肤薄吗 所以说我能够稍微看到一定的变化 那么什么时候我能够看到你的皮肤整个的都黑了呢 尿毒症 对不 遇到了尿毒症的人 你会发现他的整个皮肤是黑的 就是因为他的代谢 他的血液里边的问题 已经在你这么厚的角质层之下都无法掩盖了 对不对 所以说当你们睡不好觉之后 先是眼睛里面出现红血丝 那么证明你的你的眼睛这边会变得黑眼圈 这个就是中医所说的干开窍于目 因为你只要是血液有一点点不干净 眼睛能够让我们先看到 但是皮肤上看不到 你如果出现了尿毒症 你老人家就全身都是黑漆漆的 这就是一个你的血液完全没有经过进化的过程 那么首先刚才我们说了 糖尿病 为什么大家在外面发试用妆的时候 遇到老年人要多问一嘴 您的血糖高不高 有些时候你这句话真的可以救了老人的一命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很少有老年人会知道眼睛的很多问题 是高血糖所带来的 你们多这一嘴多问这一句 如果说你身上戴着血糖仪 他说他老年人头的眼睛不好 像大家以前总是习惯 那么是不是用用一些什么产品 把你眼部问题解决了 但是不是的 你们一定要知道 眼睛的很多问题 在他的毛细血管的里边 毛细血管里边是什么呢 是他的血液结构的问题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人的话 可能你们给他测一个血糖 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不太有测血糖的习惯 总是扎一下疼嘛 如果像老年人 大家给他测一下血糖 那么你就可能救了这个老人一命 他就会发现 原来我的血糖代谢已经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 一定要建议老人 开始进入纯净生活的体系 控制血糖 控制血压 控制血脂 控制炎症 维护肠道 等等等等 把这样的一套的理念 给这样的一些人灌输进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纯净生活的一个基本的核心原则